哈囉,你好,我是劉奶爸 昨天我們在LINE AT群發的時候發出一個訊息 上面寫著我第一次上傳影片是在YouTube平台的2006年的時候 當時的解析度最高只有480p 現在最高可以上傳4k的影片 注意喔,我的這段文字裡面 我昨天最後有問到大家 對於我這段文字裡面有哪些字 或哪些詞句是看不懂的 然後回饋給我一下 OK,我再繼續念 那時候只知道有個平台可以上傳影片 真是太棒了 因為這樣就不用自己架設昂貴的影音串流伺服器 只要把影片上傳到YouTube平台 再利用簽入碼放在自己的網站HTML編輯區 就能把自己的網站裡面顯示已經上傳到YouTube的影片 真的很方便 不需要佔用自己網站的流量 解決了客戶想要看產品影片介紹的問題 好,上面那段文章是我 五月份寫給看雜誌的專欄裡面的一小段 那我昨天的問題就是說 如果你看完那一小段之後呢 有些詞句可能不太懂的話請你回饋給我一下 然後呢,最多人的回饋是說 什麼叫做簽入碼 什麼叫做HTML 如何在自己的網站插入簽入碼 大部分這三個問題是比較多人問的 因為我在十幾年前開始學做網頁設計的這個工作 所以其實有很多比較 我覺得比較簡單的問題我都很少去提 那其實我忘了一件事情 就是其實有很多網路行銷的入門學習者 對一些網路的基礎 網頁的設計的基礎是不懂的 這個是我忽略的 所以我才會問大家說有沒有對哪個持續不懂 所以剛剛的那第一個問題 就是有很多人問到簽入碼是什麼 好,大概解釋一下 就是配合畫面來看一下 首先我們必須要了解每一個網頁的組成架構 譬如說這一個網頁 你不管到哪一個網頁 你只要在它空白的地方按下右鍵 然後這邊有個檢視網頁原始碼 點擊這個檢視網頁原始碼的時候 它跳出來的這個我們就叫做HTML 你看它一開頭就有括號HTML 這個就是HTML 我們就把它稱為網頁結構的代碼 網頁的代碼 那再來我們要看一下 我們可不可以把YouTube的影片插入到自己的網站裡面 比如說我剛剛這邊我自己的網站裡面 我這裡就是插入YouTube的影片 這個YouTube影片怎麼插進去的呢 就是在這一個YouTube影片 這邊有個分享按鈕 然後這邊有個簽入按鈕 簽入按鈕的地方呢 這邊就會有一串 這個就叫做Embeded Video 這個就是Embeded 這個就是簽入的意思 那這一串就是它的簽入代碼 所以你只要把這個簽入代碼按這個複製 然後呢 再把它貼到你自己的網站裡面的這個HTML的區塊 可是呢 這個HTML的區塊要怎麼貼呢 假設我們現在是用這個部落格的話 那我這邊有一個部落格 通常我們的部落格在新增文章的時候啊 這個編輯區塊都會有一個預覽跟一個文字 一個預覽還有一個文字 那有些是寫這個預覽 然後這個文字的地方它可能是寫HTML 那你就是在這個HTML這個區塊按貼上 剛剛的那一串簽入碼就貼上了 然後你再按回這個預覽 你就可以發現 那一個影片已經被放進來了 這個就叫做把HTML的代碼 簽入到你自己的網站裡面去 那也由於因為YouTube他已經提供了一個影片上傳的平台 它本身就是一個影片串流的影印伺服器 所以呢以前沒有YouTube的時代 我們都必須自己去架設這樣的影片伺服器 然後自己上傳這個影片到自己的伺服器 那你就會佔用到自己伺服器的流量 所以我們使用這個方式的時候呢 你把這個代碼簽進去自己的網站裡面去 那你自己的網站其實就不會再耗費自己的流量 因為這邊插進來的就是使用YouTube的影片流量 當訪客在播放影片的時候 他佔用的流量其實是YouTube的流量 並不是你自己這個網站的流量 因為我們只是從外部把代碼簽入 並不是把這個影片直接上傳到我們自己的網站裡面去 所以這個就是我說的 只要把這個外部的HTML的代碼 影片代碼簽入到自己的網站裡面去的話 他就不會佔用掉你自己網站的流量 OK好那這一節呢我們就簡單講到這邊 讓你了解一下什麼叫做HTML的代碼 什麼叫做把YouTube影片簽入到自己的網站裡面 看完這段影片之後呢 你是不是對網路行銷的一些基礎的網路工具有更熟悉的一些 那其實很多做網路行銷的妹妹格格裡面呢 有很多這種小細節 在很多課程裡面可能比較會忽略掉 那我們希望呢 接下來的我在4月15號接下來會公開發行一個網路最基礎的 從內容行銷開始做起 就是從你架設免費又專業的部落格開始交起 希望這個最簡單的課程可以符合完全對網路行銷概念 或完全對架設網站都不熟的朋友 一個非常入門的機會 那也期待您可以在這個課程裡面有很大的收穫 帶領你從完全不懂 從零開始跨入這個網路行銷的領域 OK 瀏覽爸等您一起來學習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